絕對不會想不開 大家不用擔心 因為很多好朋友的關懷 包括很多朋友說 你私底下有沒有缺錢 我要匯多少給你錢 這些我都一併跟大家感謝 最主要是對於很多賣款業者 我沒有辦法在很快的時間裡面 跟大家清場 先跟大家說的對不起 第二個是很多親朋好友 會錢來的時候幾乎沒有任何的單據 然後時間到了 也沒有照時間還給人家 雖然大家沒有催促 我心裡面總是過一不去 所以我要跟親朋好友說什麼不好意思 三立八大跟公共電視 這三個節目都給我很大的空間 並且很大的鼓勵 他們對節目並沒有任何的影響 所以還保有三個節目的生產力 可是我發現這三個節目的 月收入來賺的話 恐怕還20年也還不完 所以現在必須要希望各位公司的老闆 或者有任何表演的邀約 或者是任何通告我都願意 我用最快的速度來賺錢 然後來償還這些債務 很重要的一點 是因為經過這一亂之後 我發現了整個所謂錢莊的結構 所以這兩個月我寫好了一個劇本 片名就叫三點半 我想讓年輕人了解 在將來出社會的時候 其實對錢財的管理要非常地小心 過去我總是認為自己賺錢非常的容易 所以對錢的管理是非常失敗 加上自己的狂妄自大 覺得天底下沒有事情能夠難得到我 可是這次真的難倒我 所以我想把這個整個的過程 把它拍成電影 希望能夠讓年輕人了解說 將來在社會上一失足成千股份 這個事情一定會存在 不過大家一定會質疑說 那你的電影要 經費要從哪裡來 所以我會開始希望 各大企業的老闆 或者是願意投資的朋友 來投資這部電影 資金到位 彩拍拍 這裡面的過程啊 真的是沒有碰到的人不曉得 他真的是光怪陸禮 奇怪的現象非常非常的多 包括利用這些事件 要來騙別人也很多 有人假冒粉絲團 我的FB 去跟人家接觸說要募款等等的 還有有人截圖給我是我的Line 另外一個Line 那根本不是我的 跟別人接觸了 你是我家家怎麼樣怎麼樣 開始談錢的事情 這些通通不是 我要特別跟大家報告 除了我本人說的以外 其他的那些都是藉由這個機會 要出來騙大眾的錢的 所以希望好朋友們 千萬不要上當 汪建民的部分 他是基於想要幫忙 在短時間裡面取到錢 有些人誤會成說 我拖他下水 是因為當時比較需要去調度 因為汪建民之前也出過一些 同樣一樣的問題 所以他人比較熟一點 所以藉由他的 不管是牽線或介紹也好 這樣子你會過來 那跟其實那個 這次被雜騙的事情 沒有關係 你說180萬那個事情 跟我們沒有關係 對 不是大的問題 最終還是希望所有的債權人 能夠相信我 債務就在那邊 它不會不見 人也在也不會跑掉 我一定會努力努力的賺錢 然後也謝謝大家肯等我 我會加快速度